这是一部让人看了十分懵逼的电影 一开始我看见猪眼有余大爷我才看的 毕竟余大爷曾经也是获得个影帝的人 所以这部电影应该不会很烂吧 但可是我的脸已经被啪啪啪的打动了 结果我去某平分网站这么一看 虽然平分还没有出来 大分的基本上都在异形 还有人甚至说这是给毕正飞证明 毕正飞就是那个竹木演艺圈的导演 这些年我看过最烂的两部电影就是 猪八戒传说还有竹木演艺圈 看来如今又增加一部了 大家好我是大白话 今年我要一口气讲完国产超级烂片 电磁王子霹雳父子 我不好过你们也别好过 跟我一起忍受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要男主小时候就发现自己有超能力 他们家族祖祖伯伯都遗传了这种超能力 回身带电具体你可以参考电脉 因为可以控制电还可以控制电磁场 所以从而能控制那些金属的东西 你说厉害不厉害吧 咱们男主从小就是一个健毅勇为的小朋友 后来慢慢的长大了 他一起想要成为超级英雄 然后就偷偷摸摸的用自己超能力做实验 结果被自己的老爸发现 阻止着一切的发生 爸爸还说不让他随随便便用超能力 就这样爸爸在这一场爆炸中消失 男主也失去了超能力 时光荏苒 岁月如鸽 当然了 咱们男主现在变成了一个老爷们 我们叫做豪哥 他现在只有两个梦想 那就是寻找自己的爸爸 还要找回自己的超能力 平时没事的时候 到大学学习一下知识 顺便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个妹子长发妹 所有人都把豪哥当成精神病 只有长发妹不嫌弃他 还非常的爱慕他 为啥呢 因为这是导演安排的 就这种大傻子在我们村 这辈子你都比想找对象 终于人家妹子还是离开了他 去了美国 从这以后 豪哥继续寻找自己的爸爸和超能力 而且还发明了一个电影 自己给自己来一下的 虽然现在豪哥穷困潦倒啥也不是 还好房东的女儿小斐偏偏喜欢的 完全可以这么说 那是爱得如痴如醉心甘情愿 人家小斐家里在北京 一整个四号院都是人家的 为啥会爱上这个群光弹呢 那也是导演安排的 豪哥还有一个好朋友 那就是男哥 没有错 他就是那个说相声的大兄弟 平时跟豪哥在一起私混 也没有一点正事 豪哥平时也会接一些修理电器的小活 找他修理电器的 就是德鱼社的张赫伦 也是一个小混混 一天天就知道欺负人 豪哥他们四合院的房东 小斐的爸爸就是于谦 所以整部电影的演员阵容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一个过去的男团成员 一个小品演员 三个说相声的 说句实在话 这个电影实在是不好讲 都是一个段子一个段子 拼起来的剧情 让我咋讲啊 但可是不能让我一个人难受 为了你们 我也要认识声的给你们讲完 这就叫有福同享 难看咱们一起看 言归正断 在豪哥寻找自己超能力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美国有一个小男孩 也有这种超能力 虽然对外宣称是魔术师 其实就是超能力 那怎么才能去美国呢 第一没有护照 第二没有钱 男哥就说了地球是圆的 美国就在我们脚下 于是乎为了去美国 豪哥就开始挖坑 只要挖力够深 就可以到达美国 万万没想到 人家小朋友竟然来中国了 因为在中国有一场演出 本来小匪要带着咱们一起去看看演出的 结果根本买不到票 终于等到小朋友演出完成上车 这才发现 有两个坏蛋跟踪了小朋友的车 果不其然 两个坏蛋把小朋友半路偷走了 这个老外 就是抖音上挺火的一个老外 因为他是美国人 北京话说的特别地道 由于北京的交通实在太堵了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 豪哥和小匪先爱心 让他们坐三轮车走 那不堵车 老外只能让自己的手下 带着孩子先走 他继续堵在路上 豪哥他们用了一招生动机器 把小朋友顺利地弄到他们手里 当人家小朋友醒过来的时候 还给他们一顿熟识 本来只想利用这个小朋友 找回自己的超能力 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阶下球 像不像疯狂外星人里面的桥段 我觉得很像 就这样 他们陪着小朋友玩一玩玩一玩 一不小心 豪哥和他还玩出感情了 因为这个小朋友 竟然喜欢吃饺子 还是鸡汤馅的 这个鸡汤馅饺子 可是当年长发妹发明的 后来豪哥还发现一个事情 小朋友有一个电子宠物 这个电子宠物是可以录像的 里面的视频竟然是长发妹 这么巧吗 原来长发妹当年是怀孕走的 也就是说 小朋友是豪哥的儿子 这扯淡不扯淡 忽然蹦出来一个这么大的儿子 豪哥也忽然变成了 长手的老父亲 想起小时候霸道对他说的话 豪哥也赶紧出去 小朋友不要再随便使用超能力 小朋友肯定不听啊 你说干啥地呀 我可是粉丝八百万的网红 你说哪个儿充 豪哥听了之后很伤心 没想到自己确实很失败 大半夜不睡觉 跟小斐出去谈谈心 听说豪哥有个大儿子 小斐心里也不是一个滋味 这以后他们要是在一起 直接当妈了 第二天豪哥回去找儿子的时候 发现儿子不见了 这孩子到底去哪了呢 原来被男哥带走 去见自己的老师了 因为老师有办法 研究他体内的超能力 但是豪哥就赶紧去拯救自己的儿子 就在儿子要被夺走超能力的之后 豪哥出现 拼尽全力想要救人家 结果发生了意外 儿子超能力转移了 豪哥恢复了以前的超能力 你说厉害吗 而且要偷走人家超能力的 还是一个混蛋博士 想到年就是他怂恿自己做实验 才导致爸爸灰飞烟灭不见了 如今又要人家儿子的超能力 你快给我滚兔子吧 一切都结束之后 豪哥的老丈人出现 要带走自己的外孙 跟你在一起生活根本不行 豪哥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 还有超能力在北京上演了灯高秀 把所有高楼大厦的灯光 都变成了抱歉的话 我估计当时那些办公楼的白领们 肯定要懵 吃盒饭估计都要怼鼻子里去 大儿子还是要离开豪哥 但可是没过多久 大儿子就被之前的坏蛋博士抓走 让豪哥去美国那边拯救大儿子 就这样 豪哥和南哥还有小匪一起 坐上他们之前就设计好的飞车 前往美国 一个油门还没结束 咱们就来到了美国 虽然降落不是很完美 还好也算是到达了目的地 大儿子已经被坏蛋博士过来起来 如果想救自己的儿子 就老老实实的让人家拿走超能力 没有办法呀 虎毒不食指 狗傻不挑食 豪哥老老实实的 让坏蛋博士拿走了超能力 不过豪哥好像就快要不行了 马上就要灰飞烟灭 大儿子顺利得救之后 还问问豪哥有没有事 废话 你看看正常人神像这个样子呀 本来以为豪哥死定了 没想到大儿子这么一抱他 竟然恢复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大儿子就说了 我们进化了 面对这种理由是无力反驳 人家说的没毛病 进化呀变异呀 都是你们说的算 坏蛋博士 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人家溜达了就走了 后来豪哥和大儿子 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电影呢 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啥道理呢 年轻时候少犯错 否则多个大儿子 物学学不服管 你还气得自多说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摸摸